一个问题是征收率它的适用对象是谁 那么我们明白征收率它是一个跟简易计税 相联系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么简易计税的话我们知道 首先小规模纳税人一定是适用简易的计税方法 所以呢 征收率肯定是适用于小规模的纳税人的 另外我们又说一般纳税人 他既能适用一般的计税方法 在规定的情形之下 也会可以采用简易的计税方法 那么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时候 当然也会用到这个征收率 所以这个征收率所对应的人 我们首先要明确 其次呢 我们来看一下征收率的一般的规定 征收率呢 它只有两档 第一档呢 是3% 第二档呢 是5% 本来我们征收率呢 就只有一档 也就是呢 我们这个3%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 盈改增之后呢 我们增加了一档 叫做适用于5%的 那么我们说3%呢 它适用于 除了适用于5%的征收率 一败的情况 换句话说呢 只要没有特定的情形 咱们征收率都是3%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适用于5%征收率的情形 在教材当中呢 也是很长的一串 那虽然说它表述上是这么长 实际上我们规规类发现 其实就是三大类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叫做不动产的销售 第二种情形叫做不动产的租赁 第三种呢 是服务相关 主要是一些人力资源的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两项 其实都是跟不动产相关的 要么就是你卖房子 要么就是你租房子 是不是 所以具体来说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三大类别 来看一下 适用于5%征收率的情况 首先呢 第一呢 就是跟不动产的销售相关 第一种情形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建 或者是取得的不动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跟不动产相关了 所以呢 适用于5%的一个征收率 不适用于3% 另外 第二 一般纳税人选择 减一方法计税的不动产的销售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下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 是从2016年的5月1日起 开始全行业正式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一般的纳税人 我们呢 在营改增之前 我们买了一栋楼房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不动产的行业 我们还实行营业税呢 对不对 那个时候营业税的税率是5% 那我们买这个楼房的时候呢 人家是肯定不能给我们开张增值税的镜像专票的 那不能给我们开票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们这5%的营业税 咱们是进了成本 自己完全负担了 是不是 那么现在营改增了 我们现在全行业 不动产销售房之类的 我们都开始实行增值税了 但是我们发现不动产增值税税率是多少呀 9%呀 对不对 我们买来的时候 5个点没法抵扣 现在卖出去 你要争我9个点 是不是对于这些 纳税人来说呢 并不是很公平呀 所以我们就规定了 说呢 你销售呢 是在2016年4月30日之前 取得的这些不动产 我们呢 让你选择减一期税 但是呢 减一期税你的征收率 要用到5% 所以在这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不动产相关 对不对 我们销售 那这种情况下 但凡跟不动产占标 税率呢 一般都是9% 征收率一般都是5% 另外第三种情形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 小规模纳税人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那说实话 房地产开发企业 哪有小规模纳税人呀 你销售额超过了500万 那你就要成为一般的纳税人 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就行 对吧 也是强调的是说 你卖的是不动产 我们是适用5%的一个征收率的 另外我们强调说 其他个人销售期取得的不动产 也是跟不动产相关 对不对 我们不适用3%的一个征收率 我们适用的是5%的征收率 因为我们知道 其他的个人嘛 他只能成为小规模纳税人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征收率 不适用3% 跟不动产相关 适用5% 那么另外呢 这其实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我们强调个人销售的这种不动产 主要其实都是一些商铺 一些商用 但是如果我们销售的是 这种自己自建的这种住房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免征增值税的 那我们说哪能自建住房呀 是不是一般都是农村的一些宅地地 对吧 那我们要是销售自己盖了一个房子 然后自己给转让了 流转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免征增值税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强调呢 是我们个人销售 取得的不动产 按照5%的征收率 其实也不含 我们销售购买的住房 对于住房呢 我们无论是增值税的 这个出租销售 还是我们之后会学到 个人所的税 还有房产税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特别的优惠的 在这不展开讲 我们在特殊的一些征税的这个项目呢 盖房子卖房子租房子 我们一起来讲 但是在这我们要明确说 其他个人销售取得的这些不动产 主要指的是 其他个人销售 我们买来的一些商铺的这种情况 是用5%的一个征收率 另外一般纳使人转让2016年4月30日之前 取得的土地的使用权 选择适用减易计税方法的 那么这样的一条规定呢 就是跟我们刚才第二条的原理 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在4月30日之前 对吧 咱们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那么我们知道 土地使用权是属于无限资产 但是呢 它使用的是9%的 这样的一个增值税的税率 关键是我们买这块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呢 那销售方 它肯定是不能给我们开增值税专票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应该增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之前取得的 这个土地使用权准备去卖掉了 我们发现又要适用9%的一个增值税的一个 针对不动产的一个税率了 那也是说服太重 所以呢 我们的税法就规定了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你们可以适用减易计税方法 但关键是呢 它是土地的使用权 也算是不动产 所以征收率要用5% 第二类呢 是不动产的租赁相关 首先第一 一般那是人选择减易方法 计税的不动产的一个经营的租赁 那么这块呢 跟刚才也是有点像 对不对 那我们说不动产经营的租赁 是不是它的税率也是9% 关键是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银改增之前 我们买了一栋楼 对不对 我们买来楼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银改增 我们也要负担它不动产 5个点的这样的一个营业税 进了成本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租出去了 但是呢 银改增了 原来5个点的营业税 现在变成了9个点的增值税了 所以呢 税法也规定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减易计税 关键是呢 它跟不动产相关 所以你要按5个点的征收率 另外第二种情况 小规模纳税人 出租他取得的一些不动产 也是因为跟不动产相关 那小规模纳税人 是用减易计税 但是不能用3个点的征收率 要用5个点的征收率 另外其他个人 出租他取得的不动产 咱们自然人呗 也是一样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强调一下 我们所说的小规模纳税人也好 其他的这种个人也好 我们出租取得的这个不动产 我们一般指的呢 也都是一些商铺 那如果我们出租住房的话 我们强调说 个人出租住房 按照5%的征收率 减按1.5%来计算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对不对 对于住房这 我们销售也有优惠 我们出租也有优惠 因为增值税呢 它是一个会把税负 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的一个税 那我们说呢 人家都没有房子了 来租房子了 对不对 来租的是住房 民生相关 我们当然呢 要把他的税负稍微的降一点 让他背负1.5%的这个税负 就可以了 另外 一般纳税人 2016年4月30日之前 签订的不动产的 融资的租赁合同 或者是以2016年4月30日 之前取得的不动产 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 选择使用简易积税方法的原理 也都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有一个融资租赁的公司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那它根据谁啊 根据成租方的指定 找到了一个房企 对不对 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把这个房子呢 什么以融资租赁的形式 租给了这个承租方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买来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还是一个营业税的时代 那营业税的时代 就意味着我们要背负营业税 五个点的一个 房子的一个税率 我们是没有办法取得 镜像专票来进行递扣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行了不动产的 融资租赁的服务 跟不动产相关的 是不是 那现代服务当中的 租赁服务当中的 不动产的租赁 也是适用 九个点的一个税率 也是不太合适嘛 是不是 所以呢 税务局说了 你可以选择减益积税 但是减益积税 是跟不动产相关的 你要适用一个 5%的征收率 这是不动产租赁相关 另外还有最后一点 一般纳税人 收取四点前开工的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乔杂的通行费 选择适用减益积税方法的 这个完全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我们首先要明确 道路的通行服务 是不是按照 不动产的经营租赁服务 来交税的呀 我们在讲到租赁服务的时候 专门的跟大家提到过 是不是 那关键是说 我们这个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乔杂也好 我们建它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营业税的时代 我们购买了建筑服务 我们购买了设计服务 好不容易把这个大桥建好了 是不是 所有的税都自己承担了 那个时候还是营业税的时代 那么现在 我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桥呢 在这设一个什么收费口 对吧 我要收点过桥费呀 过路费呀 过闸费呀 这时候我发现了 我这个按不动产的 经营租赁服务来交税的话 也是9%的 这样的一个税率 那么国家也是允许 你选择 这种简易的计税方法 但是因为它是跟 不动产相关的 所以我们征收率呢 按照5%来计税 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服务相关 那服务相关呢 有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 一般纳市人和小规模 纳市人提供的 劳务派遣的服务 同时呢 劳务派遣服务一定是选择 差额纳税的 那这时候按照5%的一个 征收率 不按3% 另外呢 就是一般纳市人提供的 人力资源的外包服务 也是选择使用 简易的计税方法的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什么叫做 劳务派遣的服务 其实劳务派遣 它的差额计税呢 是在我们一般的 计税方法当中的 差额计税 来确定销售额会讲 但是在这呢 我们也简单的来看一下 至少咱们再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那什么是劳务派遣服务 首先它是一个三方主体 什么意思 我们劳务派遣公司 它呢 跟咱们的劳动者 去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 那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劳动者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 它构成了一个雇用关系 是不是 那么 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用工的单位 其实用工单位是实际的 真正的去需要这些 劳动者来干活的 这样的一个单位 但是它自己不想雇人 所以呢 它从劳派遣公司这要人 同时呢 它呢 向劳派遣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 劳派遣公司 把这些跟它签了合同的劳动者 派到了用工单位 实际上去干活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合同关系 它们只是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用工的关系 劳动者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信息之类的 其实都是在劳派遣公司这 同时呢 它的工资呢 一般来说 也是由劳派遣公司来发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劳派遣的一个关系当中 问的就是 劳务的派遣公司 它如何去计税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劳派遣公司有两种计税方式 首先我们要明确 对于劳派遣公司而言 它也可能是一般的纳税人 它也有可能是什么 小规模的纳税人 那么无论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少规模的纳税人 它都有两种计税方法 一种叫做全额来计税 一种叫做插额来计税 小规模纳税人也是一样 可以全额计税 也可以插额来计税 那么关键什么叫做插额计税呢 我们知道用工单位呢 它被派遣了劳动者 那当然要向劳派遣公司支付费用 那比如说呢 它支付了400万元的费用 那么这400万元 都是劳派遣公司 自己能赚到手的吗 当然不是对不对 其实呢 它是有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呢 是劳派遣公司 要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些工资呀 奖金呀 福利呀 还有一些无限一金 社会保险等等 所以呢 工资就占了300万 那剩下的呢 就是劳派遣公司 它挣去的一些服务费 这服务费呢 是100万 那所以它其实到手的呢 是什么 其实到手的 真正的能挣到的 就是这100万 所以我们所说的全额呢 其实指的呢 就是劳派遣公司 它一共收到的这400万 那我们所说的差额呢 其实就是用400 减去支付给劳动者的 这300万的工资 剩下的这100万 小规模纳税人也是一样 是不是 全额就是400 差额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100 那么我们刚才的那句话 说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是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选择差额纳税的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一般纳税人 选择按照100万 作为计税的依据来去纳税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5%的一个征收率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也是一样 你选择了差额纳税 此时你可以按照5%的征收率 这样子来计算 你要缴纳的一个增值税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全额纳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作为一般纳税人来说 你提供了劳务派遣的这样的服务 其实它就是属于我们 现代服务当中的商务辅助服务 那商务辅助服务 它的税率是6% 那你就正常的按照6%的税率去计税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的话 你要是选择全额纳税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一个 小规模纳税人通常的一个征收率 3%来计税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 那有些同学就说了 那这个劳派遣公司 它也不傻 对不对 它肯定是选择按照差额计税的 对不对 所以呢只有在差额计税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择 按照这样的一个 5%的一个征收率来去计税 那其实劳派遣公司啊 它实际上的业务的一个流程很复杂 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税收事务当中的一个 避税的一个方式 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讲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啊 劳派遣公司它其实无论是 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它都是有两套计税的方法 那么无论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它只有在选择差额计税的情况之下 它才能用到这个5%的一个征收率 那么另外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跟劳派遣服务它有点像 对不对 它也都是提供了这种人力资源的服务 有些企业它会把一些非核心的 一些人力资源的一些工作 外包给这些 这个提供人力资源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去做 那么这些公司呢 因为它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嘛 对吧 人管人 所以呢它没有什么镜像 我们也允许它按照减益计税方法 但实在是5%的一个征收率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关于征收率的一些特殊的规定 那么刚才我们说征收率一共有两档 一档呢是5% 一档呢是3% 但是呢对于适用于3%征收率的 某一些纳税人 我们还给了他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 我们允许他按照2% 或者是0.5%来计征增值税 这相当于是优惠上的一种优惠了 是不是 那么具体来说呢 它针对的是两种类型的情形 第一种呢叫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第二种情形呢就是经营救货 那么简单来说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区分为叫做 我销售的是我自己使用过的东西 以及我销售过的是别人使用过的东西 那关键是谁会销售别人使用过的东西啊 肯定是一些专门经营救货的一些机构 一些企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形 叫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特殊规定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一般性的规定 对不对 就普通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一般来说 就算是我们销售的是自己使用过的一些物品 那么相当于也是我们在销售货物 对不对 那我销售货物的话 我就正常的去计税呗 那作为一般纳税人来说 那我销售货物 我适用的是13%的税率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农积农具 9%的一些税率 是不是 那么我们销向税额 就用含税的销售额 价税分离之后 乘以一个适用的税率 就可以了 算出来销向税额 减去进项 然后我们当期得出来应纳税额 是不是 那如果我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 也是一样呀 我就用我的含税的销售额 除以1加上3%的一个 下税分离 进行一个征收率的一个替税 然后呢 再乘以3% 算出来的也是我的应纳税额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 3-2的3%的征收率 减2%或者是减0.5%来计税 它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主要指的呢 就是当我们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这个物品 首先它是一个固定资产的时候 这个固定资产强调的 一定是一种有形的动产 它不能是房子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一台设备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一台车 那么是不是我们但凡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设备和车 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强调的一定是什么 作为一般纳税人 我们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年销售额超过了500万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自己使用过的一台设备 给卖掉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使用到这个政策 不是 我们强调的一定是 这样的一台设备 它不得抵扣 且没有抵扣过 进向的税额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是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国家呢 之前呢 试用的一直是叫做生产型的增值税 那这种生产型的增值税 它非常的不科学 为什么不科学 就是我们购进的固定资产 我们购进的设备 我们其实是不能把它作为进向税额 来进行抵扣的 我们只有购进一些什么原材料之类的 我们才能可以把它进行 进向税额的抵扣 所以企业负担其实很大 那时候我们增值税税率还高 对吧 17% 是不是 那这时候呢 我们购进了一个100万的设备 我们给对方117万 17万我们不能做进向来抵扣 那都了进了成本 都是企业来负担了 是不是 之后呢 到了09年 我们才彻底的由生产性的增值税 变成了什么 叫做消费型的增值税 这个消费型增值税 它就很人性化 购进的固定资产 也是可以把它作为进向来抵扣的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站在现在的一个时点 我们销售的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去年买的一台设备 我们买来的时候 我们取得进向专票 我们卖出的时候 我们有消向专票 消向紧进向 是不是 那我们就正常的进入一个增值税的一个流暂环节了 但是如果我们销售的是 我们06年 我们买来的一台设备 是不是 用了这个好几十年了 我们现在准备把它给卖掉 还挺难用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我们买来的时候 我们负担了这台设备上 所有的进向的税额 我们进了成本 没有办法抵扣 那么现在你让我卖掉了 我要么用13的税率 要么用9的税率 那是不是太高了 两头都负担税款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国家就说了 那这种特殊的情况 作为你一般的纳税人 我也允许你减一计税吧 对吧 那减一计税怎么计呢 就是应纳税额就是 用你销售的这台用过的设备的 含税的销售额 用3%的征收率 提税了之后 乘以3%的一个征收率 算出来你的应纳的税额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下架 他是一个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 也可以给他开一张专票呀 那他作为金箱又能抵扣了 对不对 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 3%的一个征收率 但是呢 国家在这个基础之上 给了你一个更为优惠的政策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3% 减按2%的一个比率来计税 换句话说 你的应纳税额 用你的含税的销售额 你销售这台设备的这个价格 你用3%的一个征收率 去进行价税分离了之后 乘以2% 而不是用3%的一个征收率 来计算你的应纳的税额了 但是这样的一种优惠呢 它也是有前提的 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给下架开一张 普通的发票 你不能给他开专票 换句话说呢 国家让你三个点 按两个点来交税 那下架就不能把它作为 进项税额来进行抵扣了 所以到底该怎么开票 到底是用三个点还是两个点 那作为销售方来说 你要跟下架商量好 对不对 那下架如果要是一旦 就是我就是要这张专票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只能按照三个点来交税 然后给人家开张专票了 你就不能用3.2的这个政策了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个3.2的政策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你呢 销售的是一台 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但实际上呢 你已经抵扣过进行税额了 是不是 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你是在09年之后 你买的 买了就能抵扣进行税额 那这个时候 你正常你把它销售出去 你就正常的算销项就可以了 用函数的销售额 价税分离之后 乘以这个设备的一个 适用的税率就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是对于我们 一般纳市人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 一个处理 我们强调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销售的是一个 有形的动产 一定销售的是一个 不得抵扣 且没有抵扣过进行税额的 一个有形的动产 并且它适用的这个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开一个普票 你适用三减二的政策 要么你就是放弃 这样的一个三减二的政策 你直接用一个 减一击税的方法 也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给下加 开一个专票的 这是属于我们 对于一般纳税人的 一个处理 那么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一个固定资产 那么正常情况 我们小规模纳税人 他也没有什么 抵扣不抵扣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他不适用 任何的一个优惠政策 那我销售一个 我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我也是正常的去积税 用我的含税销售额 除以一加3% 乘以3%的一个征收率 这样的方法来积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给下加 开一个专票的 是不是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加要是一个 一般的纳税人的话 人家要专票 人家要专票去抵扣 我们也可以给他 开一个专票 但是我们同时 在给到一个 一般纳税人 3.2政策的同时 我们也把这个政策 汇集到了小规模的纳税人 换句话说 你小规模纳税人 对吧 其实你在增值税的抵扣上 你没有吃过什么亏 但是如果你 把自己已经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 给卖出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也给你 试用一个3.2的政策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你的应纳税额 也可以用函税的 销售额除以一加3% 乘以2% 3.2来计算 那此时呢 你跟一般纳税人 也是一样的 你既然用到了一个 降低一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那么此时 你就只能开一张普票了 你享受了优惠 你开一个普票 你不能给下加开专票了 对不对 所以此时 如果下加呢 他是一个 一般的纳税人的话 那你此时就没有办法 给人家开到一个专票了 实际上你试用的是 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我们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的 一个情况 我们看这张表 就可以把我们教材当中的 一大段的那种理解好 另外呢 如果我们是一家 旧货的一个经营的单位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销售的是 他人使用过的物品的话 我们也是有一个 优惠的政策的 这个政策也是属于 就是3.2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说 我们销售旧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销售的是 这种收购过来的一些 机器设备 那么我们是用 含水的销售额 除以1加上3% 乘以2% 同样是一样 那这种情况下 国家让你用3.2的政策 你就不能给下家开专票 哪怕下家是一个 一般的拿水人 对不对 另外呢 我们在经营的这个旧货当中 有一种旧货 它的类型是比较特殊的 叫做二手车 我们现在呢 对于二手车的一个销售呢 首先呢 它比较火爆 其次呢 国家也比较支持 支持的方式 当然就是给你体现在了一个 征收率的一个优惠上 我们强调对于销售这种 经营二手车的这个单位 我们让它的应纳税额 按照含税的销售额 除以1加上0.5% 再乘以0.5% 来计算它的应纳税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不是一个 三减二的一个政策了 它是减按0.5%来计算了 但是呢 在这儿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 就是对于二手车的 经营单位来说 我们驾税分离的时候 用的是一个0.5的比率 而不是3% 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大家特殊的记下 我们刚才看到 驾税分离 其实用的都是一个征收率 对不对 都是一个征收率 但是只有二手车 它是用0.5来进行 驾税分离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属于 在考试当中 我们得计算的一个问题 所以计算上不能出错 一定要记住 另外呢 我们有几个需要提示大家的 就是我们二手车的 这个经销业务的 税收的这个政策呢 它是阶段性的 是从2020年的5月1日 到2023年的12月31日 我们强调呢 是从二手车经销业务的 纳税人销售期收购的二手车 减按0.5%的征收率 所以从2023年的12月31日之后 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 还是不一定的 但是在我们的考试的期间 还是要用到这个政策 另外 我们强调 纳税人销售期收购的二手车 这个时候呢 应当开具二手车销售的一个 统一的这个发票 但这个发票它不是专票 当购买方索取专用发票的时候 我们应当再开具 征收率为0.5%的一个增值税的一个专用的发票 你就不能按照三个点来开了 你可以开 但是按照0.5%来开 另外呢 我们刚才强调的呢 都是一些企业 是不是 那如果是咱们个人 咱们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咱们要交税吗 一般来说是不交税的 我们说物品一般都是动产 对不对 我们要是销售自己的不动产 倒有可能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 但是如果销售的是动产 如果销售的是我们自己珍藏的一些 珠宝首饰呀 或者是你去什么咸鱼上 来卖一卖你自己用过的东西呀 没有人对我们征税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免税的 接着呢 我们通过习题来巩固一下 本杰克所学的内容 首先来看一道多选题 增值税一般呢 是人发生的下列的应税行为当中 适用6%税率 计证增值税的有 这个其实就是考到了我们 对于税率和征收率的一个记忆 首先A提供基础的电信服务 那电信服务我们是分成两档 基础电信 适用9% B提供不动产的租赁的服务 跟不动产相关的都是9% C呢是转让商标的 这个商标权 那么这个是属于转让无薪资产 这是适用6%的一个税率 D呢是采取填埋方式进行的专业化的处理 货物归售托方售托方收取的什么 处理费 那这个处理费是按6%来计税的 是不是 那如果售托方销售货物的话 我们再按13%或者是9%来计税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的跨境应税行为当中 是用增值税领税率的有 那领税率非常特殊 是不是2加10 首先A境内的单位向境外单位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的服务 电信服务总考是不是 它是适用免税政策 不是用零税率 B境内的单位向境外单位提供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研发服务 以及软件服务 还有呢就是往返香港的交通的运输服务 相当于是提供了国际的交通运输服务 它都是属于适用零税率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是用5%征收率的 也就是跟不动产相关的 是不是一个是不动产销售 一个是不动产租赁 还有就是两项人力相关 A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建或者是取得的不动产 这个是适用5% B一般纳税人选择减易方法寄税的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也是没有问题的原因 也给大家讲过了 C个人销售自建自用的住房 那我们说这种是属于宅地地上建房 是不是 这是属于免税的 第一呢是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解服务 选择差额来纳税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道2022年的单选题 某二手车的经销期2021年12月销售期收购的一批二手车 取得的含增值税的销售额是100.5万元 该业务适用征收率来征税 那么该比业务应当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那其实就会涉及到了我们二手车销售的那个公式 对不对 我们首先呢看到它价税合计是100.5 那么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价税的分离 但关键记得这个比率是0.5 然后再乘以0.5 算出来它应当缴纳的增值税是选A0.5 对不对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道2021年的单选题 基本上是一样的题目 所以其实我们真题的重租率还是很高的 说某二手车的经销公司2021年4月销售期收购的二手车40辆 取得的含税的销售额是120.6 完全一样的计算方法 对不对 我们用什么120.6除以1加上0.5 乘以0.5得出来是0.6万元 选的是C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道2021年的单选题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的跨境应税行为当中 是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有 A呢是向境外的单位转让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 这是没有问题 无形资产 对不对 B呢是向境外的单位提供的完全的境外消费的电信的服务 那电信服务不是 C呢是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的一个播映的服务 那我们说制作发行都可以 但是播映以及放映 我们是使用免税而不是零税率 D呢是无运输工具承议业务的经营者提供的国际的运输服务 那么我们强调了在无运输工具承议业务当中 它确实是适用到三方的主体的一个税法 适用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强调的呢是它的经营者 其实呢它是适用免税的一个政策的 而实际的承议人对不对 实际的一个这个境内的承议人 它适用的是一个零税率的政策 所以这要题我们选的是A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到2020年的单选题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应税行为当中 是用6%税率来计称增值税的有 A呢是建筑服务9% B呢是通过省级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 交易平台转让补充的耕地指标 属于无形资产6的税率 C呢是出租2020年新购入的房产 那跟不动产相关都是9%的税率 而且还不涉及到减一期税对吧 D呢是销售非现场制作的食品 那么我们强调说你现场制作 我们也是给你一个6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服务的一个税率 但是如果是非现场制作的话呢 正常的就是属于销售了普通的这样的一些食品 是不是所以我们按照货物13%或者是9%来积税 所以这要题选的是B 所以呢在销售无形资产这呢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我们说无形资产呢 包括了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是按照6%的一个税率 包括了转让耕地指标 但是呢 无形资产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叫做土地的使用权 那么这个土地使用权呢 我们把它归类为类似于不动产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按照9%的一个税率 接着呢 我们就通过导图小节的形式来总结一下 本节所学的税率与征收率的内容 首先呢 税率一共有四档 包括了13、9、6和0 那13适用的是基本税率的货物 还有所有的加工修理修配的劳务 以及转让以及有形动产的租资 那么适用于9%的包括了一些列明的一些低税率的货物 所以货物是两档税率 要么是13要么是9 另外包括了交通、邮政以及一定是基础的电信 适用于9%的税率 另外建筑的不动产的销售和租赁的 以及转让土地的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叫做盖房子、卖房子、租房子 都是适用于9 另外6呢 包括增值的电信 包括了金融服务 包括了现代服务 包括了生活服务 租赁除外 是不是租赁 要么是13 要么是9 如果是动产就是13 不动产就是9 另外我们销售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话一般都是6 但是跟不动产相关的土地的使用权 又是涉及到不动产了 也是用9的税率 另外零税率呢 首先出口货物基本都是零税率 那么另外呢 对于销售、服务和无形资产呢 只有12项是适用零税率的 这12项一定要牢牢的记准确 另外我们还有征收率 征收率的话 我们有一般性的规定 那么一般就是我们是两档 对不对 那我们主要呢 是使用3%的一个征收率 那么5%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 是赢海增之后 我们才特殊规定的 那么这5%的其实就三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跟不动产的销售相关 第二呢 就是跟不动产的租赁相关 第三呢 就是跟牢牌遣和人力资源外包的 这种人力相关的服务相关 另外呢 我们对于征收率 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比如我们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适用的是一个3-2的政策 但是我们强调的一定是在 一般纳税人没有抵扣过 镜像的情况 以及小规模纳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情况 另外我们销售他人使用过的物品 叫做经营救货 那经营救货 其实也可以适用一个3-2的政策 那么救货当中有一类特殊的二手车 我们减按0.5来计税 注意价税分离也用0.5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